雖然他的身形不算高 但李嘉誠絕對稱得上是商界巨人 地位舉足輕重 他在打仗時走爛來到香港 白手興家打造商業王國 如今已掌控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 在美國生產石油 在英國經營電信業務 被譽為歷史上其中一位最偉大的企業家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一起看看李嘉誠的故事 香港 家屬於世界上最有名的海峽 但李嘉誠是很相似的 當他只是一年輕人 他只有12歲 當他遇到這裡 日本人逃到中國 來到香港10年 李嘉誠在22歲就自立門戶 開設塑膠製品廠 之後生意越做越好 商業王國的規模和範圍都日益壯大 更加衝出香港 已沒有編及中國、亞洲、歐洲和北美 範疇包括地產、港口貨運、零售、公用事業和電訊 接著下來半小時 是他自2012年後 第一次接受外國傳媒的專訪 讓我們一起了解一下 這位香港首富的成功之道 和他旗下跨國公司的未來 還有他對中國的想法 我經常認為世界變成很大 你不能夠今天做這個生意做得很好 你就定義做這個生意 我一向有一個性格 就是貸款 我很留心 所以我有額外的資金 很多時候 我隨時做大個行業 我都有這樣的機會 Is cash flow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Chunkong? Yes, it's a most important thing 在那個這麼多年的時間 1950年 我開始做生意 如果我沒有注意過 cash flow 你知道世界有多少風波 你隨時可以變成的 所以我經常有個原則 發展沒有環境 環境就不會忘記發展 所以這個平衡是很重要的 第一 第一 我小時候我喜歡讀書 所以我還未到十歲 我已經入了中學 我小時候一邊打工一邊看書 除以外求學問之外 以及搶時間搶學問 但是到我自己做生意的時候 是1950年 我只要拿著自己的部分的積蓄 以及在親戚 這一部分的錢 應該大約是6500元美金 當時大約差不多 這樣就開始工業 李嘉誠二十二歲就已經做老闆 這間公司生產塑膠產品 生意一開始就很好 我不會 我二十八歲前 我要買一間屋 六七歲我都買得起的 但是之後生意也做得非常成功 人生那一段生意成功得最快 就在我鼻村 夜七到三十歲那一段 是最快 就是倍數計 那實際呢 到我不夠三十歲的時候 我有的資產是足夠一家人 一輩子也不需要再做事 但有很多的競爭者 你怎樣贏啊 我有個勝情是這樣 我在哪個紅葉呢 我喜歡買個紅葉有關的書籍 來看的 譬如我做製作品的時候 我沒有拿著當時美國一本 挺著名的 製作品的書 叫做Modern Plastic 這個是 2024年 那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每個月都做一本 而我差不多跟坦白說 那個訂單已經多過:「訂單能量製作品的時候 差不多顧工重的時間 是百分之二三十 而很多時間是研究未來 應該是怎樣做 這是事實 一直到今天都是 李嘉誠的資產集中在兩間公司 即是長和和長實集團 長江是中國第一長河 公司取名長江亦都別有生意 這個是英姊女話 你解釋 長江怎麼能夠成為長江呢 就是你什麼水泥都可以吸收 你都歡迎 所以你做生意 因為我自己當我夜睡造生的時候 我表面很謙虛 但裡面很泡 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自己勸介自己 做個名長江 你要做到長江這麼大的水 你一定要謙虛 所以一定要吸收其他水泥 你好像長江 我就是上間公司要成就 但我經營的風飾 我採用的 調整平衡 你一定要使用西方的管理模式 但是有一個內心的哲學 我就選了中國瑜伽 瑜伽很有用的那一部分 那麼多年來都證明 我們都挺好 尤其是高級行政人員 你記得看我們的轉動 是很少機會沒有的 下一節 什麼課題 課題說 你必須要注意 還有李嘉誠傳給兒子的重要中谷 我請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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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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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代我改變 因為這… 這… 這… 或是天空 你會有五分鐘 你… 你不需要改變 你… 你能夠改變 … 我认为$500,000 你的朋友们会骗你吗? 他们知道我的性格 我认为$100,000 我必须要注意 但这些是$300,000 我打工,我去军营 我得任何试图 我必须要注意 你永远要吃它快速? 半个早期 半个早期 你来到什么 因为为了 我认为我认为准备 我给它 如果在香港 半个早期 我可以留下来 我看看 这是很快 那是较半个早期 对 对 是好的 我会非常软软 非常软软 非常开放 非常开放 这是自己的 我用 我會失去十年再十年 一直做生意 直到我變成有了錢 三十歲前我都足夠 一生和家人的生活 可以退休都可以 但是我又發覺 原來默則有了錢之後 不是我戚想之中這麼快樂 我眉望了幾個夢想 我自己靜靜地在一條路 那些叫墨頭路 就是燈城路 墨頭路 自己這麼年輕 坐在樹林裡的一塊石頭 你想什麼 最終我想什麼 是 要錢 你不是一定快樂 不是百分之一百 你所欠上的 但是世界很多時候 你沒有錢 你做不到的 我有一晚 是剛剛 星期日 過日本來很得客 但是整晚睡不著 壞基金會臨 你畢竟要將身份的資產 捐出去是不容易的 那最後我會想起 我太太如果肯生多一個 我要大三個兒子的時候 我一樣會給他一部分資產 去發展 所以我一想過之後 我很開心 我解決了問題 我甚至那星期 星期日和我 星期一和我兒子 媳婦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我跟他們說 喂 你們有個弟弟 那些 因為我不是笑 我非常認真地跟他們說 那些嚇他一跳 我眼睜疼 很大 我說是你們有個弟弟 但是這個弟弟永遠不會欺負你們 你們不要欺負他們 所以我說我會成立這個基金 所以這個基金是我心魂的財產 那個財產放進去 我當他的財產和家庭沒有關係 不過不流行做的 中國人如果你有錢 你是給兒女的 你不會給別人的 所以我跟你說 我做這個基金 我一個最大的希望 是希望亞洲 尤其是中國的有錢的人 將來國家最富裕 中國會有很多有錢的人 當他捐錢出去 如果有一個不捨得的 他想著我成立一個基金 是另外一個債 李嘉誠基金會近年的一項計劃 是建造慈山寺 慈山寺佔地50萬平方尺 既在向普羅大眾弘揚佛法 你建造慈山寺佔地50萬平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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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過生的話 他們都是算佛教的 而我對佛教的認識很深 我常常認為最重要是人有算養 你相信佛教 但在商業的風格是很西方 不是 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尊重很多我有認識的狗 他們的溝通 我都曾經過溝通 在佛教那裡 你會有很多問題 可以解決一些人的困難 其實香港當然憑郭的人 是很想佛教那裡解答 生老病者一切問題 其實不少有錢的人 都精神又困擾的 生日之覺 兩個說話 我古代有八個字 對我很有用 每個人在佛命 自強不適 和厚德罪物 這個人生真的如此 我自強不適 一直不停 一直不停 甚至到這個年齡 有一天 我有退休的時候 我不會跑去調業 我在基金會 多放一些時間 一直做下去 我們還會追問這位工作狂的未來計劃 還有他的商業王國的未來路向 我現在今天 如果你說 我上台要 第五分鐘 我做事很痛 沒有問題 是 在很短距離看 把他的上臂交速度很快 可能是百多公斤的零 多可憐真 神經的可塑性 他完全已經當了 這隻手是他自己的其中一部分 學是學非 今晚八點 比賽台 或者他們可以用錢買個便宜仔 但我不行 我明白你現在很愛 但你也不應該這樣說Donald 他只是想為他父母做些事 你一直這麼迷惑他 是否因為你覺得他比我好 我覺得他一定有些事不妥 德強幸福雙風啟宿特約 果欄中的江湖大嫂 星期一晚九點半 比賽台 市場上手牌 最新的品牌 世界上的桌上的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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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超級餐廳從世界各地的餐廳 都順著餐廳的餐廳 香港是一個富豪男人或女人的場地 但它是一家中的最大的分別 是豐富和貧富 李嘉誠是香港首富 財富帶來影響力 亦惹來批評 李嘉誠旗下的碼頭 工人曾經為了薪酬待遇發起宮潮 貧富懸殊激起民怨 他亦都成為眾辭之敵 有些人的工資 一年幾千萬 我講講了一件事 甚至一兩億人都有 有些公司 一年以百萬界的資金 你可以抽稅更高 不是最高 你千萬不能說 哪些人抽低 哪些人抽高 這樣就大亂了 你總之公司賺的錢 你多抽一兩個百萬 你就很多窮的人 受惠 但是受惠之中 最重要的是 不要做free lunch 不要做午餐 免費 最重要的是教育 醫療 教育是最重要的 教育 是我基金會的最第一 因為基金會 這個大學第一 中國 就是潮山 差不多有1700萬人口 從來沒有大學 從來沒有大學 在我開始要建 這間生肯大學的時候 是從來沒有的 When are you retiring? 其實我什麼時候退休 是沒有問題的 我有兩個兒子 一個大的跟著我 30年了 Victor 30年了 30年了 Lichert也不用了 他也有很多生意 在這裡做 我都存了我能力幫他們 那我也有一幫好的同事 都行政人員 那些人跟我很多很多年 我現在今天 如果你說我想退休 next five minutes 我隨時可以退休 是沒有問題 是 他們可以嗎 可以 你看 Are they ready? 是 好像Puppity 我兩間主要的holding company Puppity 差不多 過去幾十年 都在Victor負責 百分之一百 無論是SK Hutchinson 或者是Chong Puppity 也有幫很好的同事 大家一起 我們進去 我們進去 你清楚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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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心管理公司 也不要投入投資 也不要投資 對 對 會不會同一個公司 你沒有同一個公司 如果你退休的時候 是 Victor會不會做好像你做 還是他自己做 正式做 他會做主席 但是呢 我現在 我幸運 我身體也挺好 我坐在這裡這麼久 我都記得這麼多事情 那我呢 來到港 我不是做過専尼Aguyser 做一些事情 跟我商量一下 那都是一樣 繼續 你做得這麼久 你開心嗎 我開心 我如果不開心 我不會做那麼久 有些孫子 有些兒子 他們開心 你又開心 我根本是一個開心的人 我自己是一個開港 比較樂觀 和要放鬥心的人 所以我說八個字 自用不識 就說 口德在百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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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